都爽啊,都快都太爽了 这里都来太爽了 太爽了 太爽了 没有派水 这是巧克力 所以坐这个车不错的 我的票是马比150块 从新加坡Hupper Front 坐到吉隆坡的Koros Hotel 大比150块 如果你是去这个Hupper Front的Koros Hotel 买票的话 它是50块再加一个9% 就是GST 所以应该是54块多吧 54块半吧 新币啊 坐这辆车 非常舒服,没有压力 不用担心小店 上厕所 所以我们用6个小时的路程 从新加坡去到马来西亚 吉隆坡 看一下什么好用 哇,好香啊 这些食物是在Hupper Front那边安排的 刚才有看到 它从里面拿出来的 所以非常香 里面很好吃了吧 嗯,煮的一口不错 好好吃 人当很好吃 吃饱肉 好吃好吃 不错 好好吃啊 巴士给我们下车休息 15分钟 我离开巴士才知道这么晒啊 这么热 在里面冷冷啊 巴士车里面 现在巴士车全部都很美的哦 休息了15分钟 我们继续往吉隆坡 现在的时间是1点 我们在新加坡8点出发 所以5个小时后 我们就到了吉隆坡 可能下车的时候 应该要用到5个小时版吧 我30分钟就可以到 下车的地方 这里已经是吉隆坡了 羽毛骨 下车后 9个小时 羽毛骨 现在或者稍后 哇,好像雙风塌了 哇,看起来有什么东西 太好了 快到咯,要到那个Koros Hotel 这里就是安邦 外面好帅哦 前面就是到了Koros Hotel 到咯,就是这一家租店 Koros Hotel,看到吗 Koros Hotel就停在这里 我们到咯 到咯 到咯 哇,凉凉一起到啊 这里就是吉隆坡的总站 嗯,要买票也是来这边买的 就在酒店里面买 这辆巴士的卖票也在这里卖的 那,他的办公室在这边 这就是Koros OK,这边下车的话 走路去不远就到KLCC了 前面就是KLCC 我们去找东西吃 吃了之后才上银艇 嗯 刚才我们坐那辆巴士 停在Koros Hotel 很靠近KLCC的 所以 来到吉隆坡要下KLCC 坐这辆巴士就是刚刚好的 现在我们来KLCC这边 找午餐吃 吃完午餐才上银艇高原 哇,好的面包 一侧155块哟 我们要去这里吃午餐 这里有一家好吃又便宜的 又高级的午餐 这家山坪是在36楼 我们要去33楼 我们要去33楼 在36楼有一间很好吃餐厅 又很价钱公道 就这一家 对了,就是这里 23点 OK,可以 再换电梯 这里吃东西可以看到 排外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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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圈的吉隆坡 你看它的 订阅饭 才16块不了 好便宜的 再当环境一下 看它的价钱 我来一个爱品 可以哪里 来了我来一个Fish & Jip 21块8而已啊 不敢讲新币啊 6块钱没有啊 21块8等于新币6块 Joker你卖给啊 我去拍一下外面的 这里好便宜啊这东西 这里环境晚上来很美的 靠完整个吉隆坡 看到吗 就靠近KLCC而已 在CLCC隔壁而已 这里是Monara DA 在这样的环境吃 一盘面还有十多块马币的 真的超级便宜啊 就在36楼啊 36楼 我走一个千楼 走一个千 走了一个千楼 这边来吃东西又可以打卡 这就是KL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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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整个级楼播 拍完咯 这么高级的餐厅 来杯Ice Lemon Tea 吃好补餐才上饮饼啊 哈哈哈哈 最终的餐厅了 288元 吃好料 在刚刚的环境 环境是不是很好 食物不贵啊 非常便宜 我叫个fish and chip 这样一set这个套餐哦 在这样的环境下吃 21块5毛马币 212块马币 太便宜了 那边吃 这样吃 21块8一个人 两个人43块多 这套 这套 新加坡钱多少钱 6块 6块钱 6块钱不了 快不得我们要做葵了 跟那天我们吃那餐鸡饭一样 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环境 不错好吃好吃 在吉隆坡你会找哦 还是很多便宜好吃的东西 环境又好 吃饱肉吃饱肉 不错好吃好吃 很好吃 你的地址在这里啊 你看我们两个人吃多少钱这样 50块6毛而已啊 太极拨了 如果换取新加坡钱哦 44块3毛 一个人7块7块 还比那个鸡饭6块 贵1块钱 贵1块钱 在这样的环境啊 可以来这边看看啊 来点吃 吃饱咯 我要走了 吃饱咯 要上银银噢 拿这个back看 到处去吃吃了要上银银 在便吃哦 衣服哦 slitter都不给啊 它这个时间点了这里 现在三点了 已经关了 走来就看到star吧 我们刚才在这边吃啊 36楼 走出来 往这里走 看到klcc吗 从那边走过来就可以了 很近而已 这就是klcc 现在我们走路回去klcc 到时候 我们要从那边 出发 我们又回来klcc了 进来这边里面比较凉 比较爽 比较冷 吉隆坡的天气好热好热 还是 河加上银银领高阳就不会热了 是 再有 瓜 制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跟水哥两个人要坐地铁去Gombark 去Gombark那边 从那边坐Grab上去 Gombark 从Gombark这边坐Grab上去 一辆车最多是60块 如果从这边坐过去的话比较远 所以我们坐地铁过去比较方便 而且又快那边车很多 来到马来西亚就用马来西亚的卡 这是马来西亚的卡 我们要坐地铁去Gombark 看到吗这里 就是去Gombark 就是这个平台 去Gombark 我们就是走这个方向 去Gombark 地铁来咯 好准时咯 去Gombark 两个老五不又出动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就是马来西亚的卡钱购卡 这张卡就可以用了 用车也可以 打地铁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啦 最重要里面有钱 没有钱什么都可以 哈哈哈哈 马来西亚地铁多么新看到吗 新顶高原我们来了 希望不要堵车啊 现在我们先去半山找点东西吃 哇对面那么堵车哦 可怕哦 啊没有堵车啊 很好啊 哇今天天气这么好啊 可以坑到银顶了 山山一山 我们又来到半山咯 吃东西 好多哦 吃多点芹菜好啊 鱼咧 哇这条鱼炸的好美啊 看看颜色 来 来 来 不见话叫后接啊 马来话叫零进 好吃好吃 哇 又这条鱼炸的好吃 猜猜看 这猜要多少钱啊 我猜他应该是 马币 七十块 看下多少钱啊 八十三块七毛四 新币 不超过二十块 我们又来咯 零进高原 今天我们住这个 Fest World Hotel Sell check-in 我们在手机里面已经check-in了的 所以来到这边 只是在机器里面拿钥匙而已 拿到的钥匙就马上给用了 那么这样就找到咯 你看没有人帮人check-in了的 全部用这种机器check-in 刚才check-in之后来休息一下 所以现在又出去了 现在逛逛 去读担看一下 有没有两百块好拿 听粉丝说 每个月都有给两百 所以我去看一下 去确诊一下看有没有两百 希望只有两百块好拿 啊 我又见到这只牛咯 这只牛眼神你看好可怕 那么凶 现在我跟水哥去赌场 看有没有两百块拿啊 希望是有啊 我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来银鼎高原了 所以今天又到回来了 银鼎高原这个地方哦 可以来了又来 来了又来 就是不会咽的 我可以来看这小孩子玩东西也不一定 本来我过年期间是要来的 那也知道订不到房间 后来订到的时候呢 拿到一天 就感觉到会堵车 所以就不敢来 好好玩咧 哎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哦 碰碰车 看一下这个碰碰车很爽的 等一下我叫水哥进去跟他一起碰一下 最发骨头也乱了 哈哈哈哈 水哥讲两个老乌龟一起碰进去啊 就惨哦 哈哈哈哈 一二三开始咯 好玩啊 哎呦碰 你看看 未开车一直在转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转 转 不转他就不能行 哈哈哈哈 已经转了 哎 没有他车太多了 好 啊 车太多了 所以变成 不好玩 车太多了 啊 全部会玩了 会玩了 厉害了 哇 爽啊 哎呦哈哈 好刺激啊 哎呦 好刺激啊 哇 哇 耶 哇臭我就来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很臭carbon味道啊 carbon味道很臭 啊 啊 太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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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啊 啊 搞定 一级十块,四级三十 不要看这洞这么大,很难丢进去的 因为硬对硬相控 哇,那么多小药 诶,这里有新的东西 哦 来咯,上了 哇,这个好刺激哦 上这么高哦 哇,起来咯 转咯,转咯 这好像是太阳花这样哦 哈哈 哇,这个加也飞出来了,不告诉我哦 好刺激哦 哇,到里面转哦 哇,好刺激啊 哇 吓死去啊 哇 哇 我搞死了,这个 哦 没有,完了完了,我只要进去了 哇,这个很刺激哦,这个 哎呦呦呦 哎呦呦呦 被他抓到,他还咬呦 哇,很刺激啊 哇,很刺激啊 好像我跟水哥,两个上去玩的 哈哈 哈 下来时 不见掉了,那个 有两样东西不见掉下来的时候 下到不见掉 哇,出去了,这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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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排球那边刺激啷 啊 哇 要玩这些东西啊 要趁年轻啊 老挖挖的时候就不能玩了 走喽 我要去赌场喽 Fest Pentium 哇 龙面 这么多车 哇 有比较低 smart 电车哦 全部哦 Bravo 啥 这是因为每个星期间 给抽奖的 三辆都是电车来的 EV Electric Veaker 哇 这样我们是不是没用 诶 这边几时早一点啊 这样都出来 这里几时跑个茶餐厅出来 之前这边是进口的 那边那边是出口 它变了哦 这银亭赌场外面 还加这么大的茶餐厅 这个豪华的茶餐厅 这属于银银的 我相信拿分数来换就可以吃了的 哦 这款饭是35块啊 现在反正接着新加坡更便宜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三个门是进口来的 之前 现在把进口改成 进那边了 一个多月没有来 不到变到完哦 谁哥在看价钱了啊 啊 赚到的价钱 哇 那是霸美 哎呀 豪华吗 豪华的茶餐厅 嗯 走了我们进里面拿200了 看里面有200块好拿 进里面拿 哇 这个龙好美啊 这个VNadio都还顶起来咯 这些车好吸引人哦 谁那么lucky也抽到奖 走咯 我们要进去了 进去拿200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200块啊 来 有吗 哎 有200了 这个我讲没有二句啊 这几秒我熬着了 耶哦 水果达到200咯 现在去VIP里面看 所以现在我们去金卡里面 看这200块有没有在卡里面 哎 我的还没有Claim啊 我去里面Claim比较好 那边没有紫了 我看我有没有200啊 看有没有200 哎呦 OK 哎 也是有200 哦 怎么办 你得真的给我200我看到吗 给200啊 一个月 给200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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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是要留在你比赛 你不来的话呢 这个场在比赛在比赛 笑笑没环绕啦 来啦 开始咯 快点回来咯 我怕他以为是明天哦 对不对 我们都讲是今天晚上啊 我还记得他以为明天就够了 比赛比赛 你看啊 我200块要出来的哦 哇 200块出来咯 看到吗 所以你把它插进去 他就给你200块用了 他给的这200块一定要马上 用不了的 今天或者明天用掉 就 如果我不要煮的话 我还就把它拖拎出来 拖拎出来 所以我这样买的话 我全部把它拖拎回来那个钱 哈哈哈哈 天又回来咯 你把它买到完 看到吗 买到完 把它拖拎回来那个钱 就给它建设很久了 哦 开29号 有中哦 有中 收钱 所以现在我来回170块 如果我现在不要玩的话 我就可以拿回170块了 因为Loling出来了 中了啦 18号一点 哎 还好 21号 所以有170块了啊 所以我Loling回来200了 我随时拿回这个钱了 这也不要玩了的 还有拿到0.81分 现在玩有75啊 我这样玩 看会不会亏钱啊 19号啊 中咯 可以拖拎吗 你看我玩这样的 红哦 哇 中咯 12号 哎 是200块 哈哈哈 开32号 哦 赚25块咯 赚25块咯 哎 刚才我这样玩咯 很快拿到1.68分了咯 所以我这样玩咯 我就拿很多分数 哦 一直开红咯 一直开红咯 我分数拿很多 12号啊 3号啊 哦 中咯 中咯 中11号 260咯 不要玩咯 所以你们知道我这样拿分了吗 我就是这样玩的 这样玩拿分 看到吗 拿到很多分了 看到啦 又增加分数了 所以你这样赚分数的话 你要很discipline的咯 你得乱来的咯 但来就会输完的 嗯 两千 哇 开2号啊 没啊 那五半没什么 这样就赢咯 哇 三百三咯 你看我的分数拿到3.11分哦 所以你一定要很有耐性啊 不然的话 你一赌啊 这就完蛋了 纯粹要分数不了吗 这个不完咯 已经 两百三 拿到五分 请出贵言卡 我可以把银银的230拿出来咯 然后现录 看到吗 也230咯 230给他拿出来 230 所以今天我的收获是230 拿到五分 我用半个小时时间就拿到五分 我看到吗 但是啊 你这样玩的话 你必须要很有discipline啊 不可以跟他堵的啊 他跟他赌会死的啊 哇 赢了啊 双队 点错你们最大声的掌握力 我们的绿色 丹 光 天 对 你再拿冠军 你再拿冠军 恭喜Eastantime 走了我们离开VIP了 要去外面喝酒 听歌 要离开这里咯 走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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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收获是230 迎请给200 Rolling回来迎30 大概半个小时里面达到5分 现在我们要去听歌喝酒咯 去听歌喝酒 一个多月没有来很多改变咯 这里 你们怎样无时无刻都在改变咯 是在装修咯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要装修吗 因为装修咯 在广东话叫做装修 哇 我们来地方听歌喝酒 那个就是歌星啊 最唱歌歌星 干杯干杯酒还没有来要先干了 哈哈哈哈 要开始唱歌咯 迎请的生活就是这么爽啊 我就喜欢来迎请这样 又有歌听 所以中央UncleRolling又给200块 太爽了 哈哈哈哈 就开始今天的第二床 也照实戴至于 我 这一天 给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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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可以点上来 因为他就可以到的 那里头 我们继续 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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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今晚到此为止啊 晚安 我要听歌咯 晚安 这一家酒多少钱啊 159 就是这一家酒 135++159 ok 请听歌咯 晚安 晚安 早安 今天是在银饼高原的第二天早上 现在我们去吃早餐 去找好吃又加强公道的早餐 没有非法买房啊 危险 11点 就要退房了 你看他的眼神 这只牛的眼神 就是中国香港的股市要来咯 星期六的早上 在银饼高原 天下第1全世界最大的酒店 凉茶来这里啊 我去吃早餐 吃早餐 吃早餐 这个酒店 九点早上的饮顶 乳堂外面 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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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Nerlion吃早餐 从这里坐电梯上去 在二楼 看到两个银行往这里上 就在赌场上面二楼 要做卡可以来一边坐 要申请你的卡就来这里申请 就在赌场楼上二楼申请卡 从这里走过去就是Nerlion 这里的价钱公道 食物好吃 哇还早啊没有开啊 不知道有没有开啊Nerlion 因为它是马来饭店来的 因为可能没有开哦 因为波沙热哦 波沙就是马来人在借业 哦有开有开 应该是开给华人吃的 马来餐厅开给华人吃 就是这一家Nerlion 这个食物不错了 这个好吃 哇 这么多食物 我们来跟池做菜 看来吃吧 没有提供 没有提供 有点 我们来跟池做菜 去吃的 看这个食物 哇好料马来食物 这个好水哦这个 这些都是自助的啊 吃什么东西人啊 这个地方比较偏僻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就是要拍给你们知道 来这边吃不错的他的食物 家庭公道又便宜又好吃 在这里等拿食物 看拿食物多么美 太久了 哇好料 这样一套9块9而已 9块9是很多这个水一杯 面包鸡蛋加一杯奶茶也是9块9 它地址在这里啊 这个辣椒很辣的啊 我注意也记得了 这个青色的很辣很辣的 这一次它是水准跌咯 不是很好吃 酱油菜很硬 辣椒又不合 不适合我了 鸡蛋和面包还好 所以这一次是麻麻辣的而已啊 价钱是很公道啦 9块9 但是食物比较麻辣的 没有我们想象中以前这样好吃的 但是环境是很美啊 没有什么人吃哦 就是这一家哪拉样 吃饱咯走咯 今天吃到是麻麻辣而已啊 麻麻辣 可能其他食物还ok吧 我不懂没有吃到 这就是它早餐 我们刚才叫就是这个 拿斯勒马和这个 要包不烂啊 搞不好我们要放了 哦 一个多月没有来 很多东西有改变的 先来去拍一下 这个游乐场的第二层 就是咖啡就在前面 现在我们要去旧游场 听说已经是关掉了的 去看一下 给你们update一下 这个豪华茶餐厅刚刚开 还在赌场门口 哇你看他几分 看到流头水啊 这条路很久没有走咯 以前以前都没来银银银的嘛 一定只走这条路了 现在有很多新路了 常常有来银银银的人 看到这条路就好像很熟悉 但是我们要去给我们 在哪里 现在我们要去银银店 其实我们要去银银店 就是因为有多人 我给我们这个店 都要去银店 我去银店 我去银店 然后我们去银店 我们去银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这是银顶最便宜的餐 哇 好冷啊 好冷 好爽啊 那么七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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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LAND HOTEL RESORT WORLD GEN TING LINE HOTEL LINE HOTEL TING LINE HOTEL 叫你不要喂 他们自己会喂 我们现在到了旧赌场 我去看一下有没有开 我去看 哦 旧赌场真的是关了哦 看到吗 不可以进了关了关了 之前我们是这边进去旧赌场的 已经关了所以没有在拍的 我怎么要upgrade啊 哎呦收的收笔手 关了啊没有在拍的进不了 这个是旧赌场关咯看到吗 全程关到完了 所以他们营顶在做装修 不给进去咯 no entry 好咯 赌场不能进 我们现在回去 新赌场 就是在first book那边的 好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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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到我新加坡粉丝 你好 好 啊 刚刚那位新加坡粉丝说 你不是刚刚从牙龙回来吗 又跑来银顶了啊 是啊 我说要来拍给你们看一下银顶啊 他说你真的不简单哦 好有体力哦 两个老乌龟 还有那么多力 看一看麦当劳有没有人啊 银顶的麦当劳比较贵的 和下面不一样的 价钱比较高 所以在银顶哦 他们有match and match的 就是买咖啡和Burger 1加16块多的没有的 可以Burger买水 怎么会比较贵啊 这裏比较贵啊 嗯 这银顶是个operative cost 嗯 银顶的小心你买早餐也不可以 是有西班那个咖啡的 没有得refill 看一下咖啡价钱没有比较贵 我给你 哦 银顶的咖啡价钱 哪有没有贵 他比较贵的谁贵的 我啊 银顶的 啊 其他的地方卖5块 在银顶卖10块3毛8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价钱不一样的 比较贵的 所以银顶的麦当劳 肯德基这些 价钱是比较贵的 早上 里面的食物 一家里面 height 4毛 4毛 direct 完结 verkligen 姐夫 马来西亚的食材 看马来西亚的食材里面有卖什么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 南鸡饭 哇 这家里里头是最好的 银村面 他还告诉你什么东西在哪里卖 噢 最近比他早开咯 看到吗 8点 他改他的时间 我很喜欢吃这个面包和他的咖啡 噢 一下才15块而已 看到就要买一次哦 要排队哦 要吃面包 排队买面包吃 看到面包就想吃了 看到面包就想吃了 看来西亚拉开灯 哈哈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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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面包100元 加上11元 加上11元 400元 好, 出發了 鸡蛋 海担置15万了,是啰,要盖蛋吗? 这个海担置在11点之前是15块 便宜3块 刚才的Nasenoma不好吃,所以没有吃完 吃不搞,现在来吃过 刚才那个Norayan的Tay Dalit不是很好喝 可是喜欢这里的咖啡 再加上是面包,鸡蛋,炒料 30块 30块 现在是快11点咯 这个就是我们的午餐咯 吃完了这个,要去赌博咯 要去Lorning拿分顾 好像昨天晚上这样 还对啊,看到吗? 我们的鸡蛋煮到刚刚好看 哦,厉害哦 看来鸡蛋太油了 看来鸡蛋煮到刚刚好啊 哇哦 加一点酱油,加一点胡椒粉 烤料哦 比较滩 要斩一下更好吃 吃饱了哦 哇,好饱,好饱,面包好好吃哦 哎呀 人家过年了 一路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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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是否一定 提前一定 1.396 1.7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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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万块钱 10万块钱 20几万块钱 几万块钱 台湾美食 一会儿吃五粥饭 剩1五粥饭 1粥ğin 3粥饭 1底米 1粥饭 2粥饭 2粥饭 1粥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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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钱输回去了 刚才我说输的激励等于零 我说错了 这讲赢的激励等于零 就是说不可能可以赢他的 如果长赌的话 在银顶如果你又要分输 又要赢钱 那是很难的 比登天更难 我们现在去吃银顶最好吃的 面包鸡蛋咖啡 我记得有一次 我把那个面包咖啡鸡蛋放上去 跟一个台湾粉丝过 哎呦你们这穷人吃的面包 我告诉他这是好吃的面包 这里晚上 满满人了到三点都还很多人了 昨天晚上我和水哥就在明朝这里听歌喝酒 好开心啊 就好像回到了年轻人的时代 他们经营的时间到晚上三点 满满的人了出来要排队才能进去 看到吗酒吧街在早上 九点 是没有什么人的 如果到了晚上的九点 就是人山人海 昨天我们来的时间是星期六 所以特别多人 走路都 人创人了 尤其是赌场里面 满满的人排队进金卡 排队进去赌场 看到你才会明白 银顶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做美食天堂 想吃什么都有啊 世界各地的美食都在这里啊 各式各样的美食任你选 整个银顶 什么美食都有啊 最怕你吃不多 不能够吃到那么多而已 哈喽面包到了 我们去买面包吃了 买面包买面包吃 吃 昨天下午我们也吃一吃好了 好好吃啊 又来多一次 哇这么多银顶 我都在吃面包啊 这边有没有 用他钱够付款 我们在买剪行的咯 这里是银顶中最忙的 最繁忙的部门 也是最多人吃的面包 排队在买面包 在阴点高原给我看到鬼老咯 来三天都看不到鬼老啊 在阴点高原 你给我看到了 看好 有米辣味了吗 我以后有米辣味了吗 在背景里面也有 有米辣味吗 是 有米辣味 是 是 每米辣味 有米辣味 我吃了 米辣味 我吃了 米辣味 我吃了 米辣味 到11点而已 我坐在这里等水哥买面包 这里是蛋挞的 蛋挞 蛋挞没人吃 我来到面包 吃饱了面包好好吃 吃饱了面包好好吃 吃饱了之后看到一只小黄样的在那边 好可爱的小黄一样 烤果条 橙面 烤果条 昨天我们吃的嘉丽一通 烤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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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们来马来西亚 food street 吃东西哦 以后不需要再买这个卡了的 不用买这个卡 直接用你的Tachenggo Alipay 还是微信支付 都可以用了的 因为你买那个卡很麻烦 吃完了之后又要回去拿回钱 所以直接用Tachenggo就很方便很方便了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餐 是吃了30块马匹 两个人一人15块 吃饱了再逛逛一下 等下下午就要下山了 来人要过年咯 Selamat Halilayah 谁哥要买衣服吗 过年刚刚买完了 要买就去看一下啦 看一下这个衣服一下 走喽没有打折不要买 其实这些店哦 只要有这个的 你就可以用你的分数来买 银顶的分数可以买的 连中国的支付宝都可以用了 看到吗 这都是在银顶的大饼牌 银顶高原真的没有东西好拍啦 可以拍的都给我拍完了 整个银顶 除了那些高级餐厅 我进不了的 所以就拍不到 没办法 好像这个高级餐厅 一定要找个机会来吃一次 等我赢钱先 在银顶赢了钱就要来这边试一下 诶 有29.8元 那是很贵啊 就是这一家高级餐厅 29.8元 给来试一下 这是压的好贵哦 就是压你看 看一下 一只792元 银顶最好吃 最贵的面包 哇 这台湾美食 这么多人吃哦 台湾美食 看什么早餐 还有面 早餐 要是家里一头 还是拿斯勒马来美丹逛 他这个时候下午都生意了 看到吗 拿斯勒马 一店拿斯勒马 97.9元 两个人吃 美丹逛 下午的时间是满满人的这里 啊 他在家里一头一流啊 老林的ice game哦 他出没拿斯勒马来耶 这是要早餐 拿斯勒马 给他拆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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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哈喽 拜拜 哦 原来门人逛有生意 他是在这一边 左边没有开 开右边 龙的船人 他把他拆靠了 他把他拆开了 他拆开了 他拆开了 看到我们粉丝 哈喽 看到两个粉丝和能量 咬天 黑芳爆裂 上游 太風聲音很好啊 银艇最旺的地方是這裡 我跟水哥抽一輛來就好啊 我要這一輛這一輛 水哥要中間這一輛 要星期三來啊 好像是給Platinum member抽而已 這個時候是給Platinum member抽而已 這輛就給Go member 哦這一輛就叫你抽了 紅卡銀卡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不是Platinum member 是沒有機會抽到這一輛車的 這個Lucky Draw就是磨來的啊 引誘大家啊不要開玩笑 哈哈 沒有那麼簡單的 但是你抽到它真的是給你咯 它送給你的 看到吧300千啊 這個480千 我們從雲頂高原下來之後 來這裡吃飯 這裡是Night-D2E Farm 雲頂山腳下 哇好多人啊 哇要等一個小時哦 不要吃了啦太久 好多人啊 剛剛問Counter說要等一個小時才有得吃 太多人了 太多人了 好忙 要等一個小時不要吃咯 走咯走咯 下次來沒有這樣多人的時候來吃 因為可能是今天是禮拜天 不錯哦這地方吃東西 不是有一個小時 是廢山腳下 沒有那麼多人 這地方吃我懸吓 要這麼多? 當然怎麼說 好多我也等了 好多是 好多 这样的地方要排队等 一个小时 我们拿到19号 现在是三个可以等 只是等六座而已 等一下便捡 好,你好,这里 全部都在这边等我 等很久 现在时间是1点20分 这么多人在等 我看我们的19号是没那么快的 因为他可以等那个小座 所以我不等啦,走了 走啦 不要等咯,我们走了 走咯 走咯 这些都是新加坡的Moto 好大量咯 走咯,我们在等 去给个地方吃 走咯 这里全部大车来吃咯 这个地方 最后我们选择来Bouquet 定义这里吃午餐 是这一家 哇 闻东江 多人咯 这里 我们来126吃饭 因为大家很熟 看不到 这里的生意也是很好 到处都是人咯 那边是highway大路边 我们家的随哥的favorite 叫做一头扣肉 好热啊 哇,他的一头扣肉好热 甘香辣辣 他的扣肉啊 一头啊 酸的啊 有点好吃 他又咸 酸的 这个还好 我刚刚倒不知道 我们吃一下 猜猜看我们这样吃多少钱啊 我们这样吃 117块 两个白饭 两倍 四刀天龙 117块5毛 没有点吃饱了 我们要去吉隆坡了 去吉隆坡了 找美食 这边没有吃完 就想要吉隆坡美食了 走咯走咯 开始要堵车咯 等下叫grad也叫不到 等下 这里的时候偏咸 中口味一点 好啦好啦 走了走了 今天营丁下来吃 午餐就到此为止 吃饱咯吃饱咯 走咯走咯 我们到了酒店咯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里 所以我们从这个Buget定义吃了午餐 直接做grab来到这里 这里我们第一次住 所以不太熟悉环境 这个是什么酒店 第一次住啊 这么多颗星明星的 这么多颗星明星的 接住一碗 哎呀 暗暗哦 哎呀 不错不错 两个人睡刚刚好 厕所也不错 但是这个地方 可能交通比较方便 因为我们是做grab过来的 所以等下去 检查一下看 处境有没有地铁站 如果有地铁站就方便 没有地铁站就不方便 耶 不错两罐水 这里的费用马币 差不多一百块 我们要出去咯 酒店很多来住咯 我们要出去逛逛 要去拍美食了 这里靠近福建会馆 这家酒店就在 后面而已 我第一次住所以不熟悉环境 但是不推荐住这酒店啊 非常麻烦 附近没有美食 所以要走比较远 去找美食 我们现在出来 走路熟悉一下环境 那里是哪里咯 哦知道了知道了 ok 往这边是要去 右手边是去Betaling Street 左手边去Jalan Arlo ok 我们第一站要去Jalan Arlo 拍美食 给你们分享啊 我好像要下雨咯 多力 任性 找走 这边有越南咖啡的 然后B Saigon 看到吗 下雨咯 下雨咯 要下雨咯 我不能走路了 所以停下来吃一片印度煎饼先 就在这里吃一片印度煎饼 等雨停了 我们再继续走 继续拍视频 我们住的酒店就在那边而已 马来西亚就这样好 有Dosche好吃 我们来试一下Dosche 下大雨咯 真的吗好大雨啊 我们就停下来休息一下 Ro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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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桶 Dosche 里面有大桶 这是阿念Dosche 这是大桶 里面有大桶 大桶 我吃的还不错耶 现在啊 我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银饼高原 水果也是一样 因为坐在那边吃东西很热 就算是下雨啊也是很热很热 满身的汗啊 如果这个时间我在银饼高原啊 哇那么爽啊 听歌的时间开始要到咯 天气热啊 吃点东西来都不好吃了 因为这流汗都很辛苦 所以 你一点高原啊 你会控制好自己啊 那边真的是天堂来的 早上中午到美食 晚上 喝一点小酒 听歌 阿爱放了 如果能小赌鱼轻一点点 哇 人生最大的反骨了 我们这样吃 两片煎饼 加两杯 无汤无奶的咖啡 11块马币 吃包肉鱼也停了 我们拍视频给他们看 那边有个地铁站 我们去上地铁 因为还有毛毛鱼 我们找个地铁站 就可以去到我们要去的地方了 下着你到吉隆坡 这里一个地铁站咯 这里一个地铁站 下着铁啊 很麻烦啊 下雨我们来到地铁站没问题咯 来到地铁站就有酒了 现在我们要坐地铁去Pavilion 和Bukit Vintang那边 我们去Pavilion咯 现在我们在巴西加密 我们现在要去Pavilion 我们从巴西加密去巴西斯尼 坐去Bukit Vintang 这样这里就是Pavilion了 Let's go Let's go 有了地铁站就不会淋雨了 天下无地了 这个时间如果你是坐那个巴士车 还是坐这个德士或者是Grab 会很塞车的 来到地铁站 下雨就不关我的事了 我们现在去这里换车 换青色的线 去Pukit Vintang 马来西亚的地铁也是很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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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去Nordoriu去这个Bukit Vintang 还会换地铁那么厉害 我们好像对吉隆坡的地铁都非常熟悉 我们要去Pavillion Bukit Bintang 多人啊 我们到这个Bukit Bintang 的Pavillion站了 现在我们到了Bukit Bintang 如果我们要去Bukit Bintang 我们去A 就可以了 快3 出A 直接去Bukit Bintang 我们来到A的门口 下雨哦 这里就是Bukit Bintang 前面就是Bukit Bintang 那边 下雨前应该是表生意做的 下雨没办法拍了 我们就回头 下回地铁站 走过去Pavillion 下雨啊 没有巴西啊 下雨跟Galala 不能做生意了 OK啦 我们走回地铁回去 去Pavillion 不用零椅啊 等下如果没有下雨才到回来电拍 走回下去而已 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从D的门口出去就是跑雨练了 下雨天的Galala 是什么生意都不用做了的 因为他们是露天的 哎呦我们要进回去才可以过那边哦 去跑雨练 所以过不了了 如果你要从这边进去哦 再从那边D出口哦 要给8毛钱 这样我们可以去西咯 去Song Ai Wang也是被淋雨的 这样没办法咯 不给8毛钱咯 我们去Song Ai Wang先 下雨天啊 全部外卖麻烦了 所以我们出来了你看 下雨啊 我们可以去Lot 10那边 醒过去就是Song Ai Wang了 哦就是Pauviliens Pauviliens 然后看到Pauviliens吗 西隆坡最高级的地方 下雨啊下雨啊真麻烦 下雨天人走到完啊 为了不要淋雨 想尽办法走过去Song Ai Wang 下雨天 吉隆坡麻烦了 这就是吉隆坡的Mono 6 终于我们找到一个地方 不用淋雨的哈哈 看到吗 从这里走过去 可以趁下Song Ai Wang 太大雨了 去Song Ai Wang看一下 有天桥会下雨会淋雨 外面下着大雨 我们去看很多那种装扮 在这里去Song Ai Wang 这里去Lot 10 Lot 10下去也不会淋雨 到时候从Lot 10过去 跑Viliens也是可以去的 下雨天的吉隆坡 下着毛大雨啊 看到吗 我们去看很多那种装扮 Cosplay 突然间下大雨了吉隆坡 开车出来也很麻烦啊 来给你们的怀旧一下Song Ai Wang 金河 这里就是Song Ai Wang 上的年纪人都知道这里了吧 Song Ai Wang 看下Song Ai Wang变成什么样子了 Elon Port的Song Ai Wang Song Ai Wang 刳给你 Surprise 我去人的吧 Song Ai Wang 早晚没其他人的吧 没有人的吧 我去新的历史 是在新的历史上 长期的时候 是以前的历史究竟 是很厉害的 其实以前很厉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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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